卢州李宅庆祝五周年 和当地的古物收藏家陈坤荣 和艺术家一起来合作 举办艺文展出 在地艺术家热情参与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复古的假踏车和李宅美丽的草皮相应成趣 尤其是这台三轮车 虽然已经有50年的历史 但在古物收藏家陈坤荣新生的翘首之下 造型依然十分的亮眼 这台三轮车是50年代的三轮车 因为当初就是 这台三轮车是同事载货用的 我把它改装 以我的手工把它打造成 现代化的敞篷式三轮车 所以在目前来讲 在卢州第一是独一活友 卢州李宅庆祝开馆五周年 与卢州当地的古物收藏家陈坤荣先生合作 举办老铁骂新风情的展览 另外还有艺术家李真老师的 单车快乐会生活 展出李真老师接触单车运动 两个多月以来的所见所闻 透过照片和图画 分享他不同的心情与感动 就像我脚步落地骑上观音山 我觉得那个 当我看到那种观音山 我从来没有到过观音山 那个他们的游客中心 然后我看到那种满地的花 我就好感动 所以我就画了第一幅 就是我上观音山看到的景色 每一天我们都会在幸福早餐店 大家一起就是吃早餐 我觉得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真的 每一次我都觉得很期待 就说可以跟大家这样子在一起 陈坤荣先生的老田马新风情 以及李真老师的单车快乐会生活 展出到10月30号为止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到李宅参观 天文天新闻 方健肯定美会如周采访报道